上一期呢 我们有说到Mujibar在2021年收购了Fafco 2.6%的股权 在收购后呢 Mujibar总共是持有61.2%的Fafco股份 我们也可以看到Mujibar的大股东 麦燕文先生 也动用了自己的私人财富 去购买了非常大量的Fafco股权 麦先生的持股数呢 也从9480万 提升到了10840万股 直接持有了4.83%股的Fafco OK 照理来讲嘞 Mujibar和Fafco都是属于麦先生的 通常呢 大股东会回购跌的比较多的公司股票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麦先生并没有对Mujibar 发起股票回购的这个活动 而是选择回购没有什么跌的Fafco 介于Mujibar的股价跌幅是高于Fafco的 可是大股东呢 他回收股票却只有回收Fafco 是不是在暗示我们Fafco的生意复苏 会比较快的呢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获取最新的消息 点开资讯栏下方的链接 也可以在其他平台上找到我们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Fafco是一家拥有40年历史的起重机企业 Fafco旗下的主要品牌有Fafco和Crow 非常让人振奋的是 这家马来西亚本土企业 在起重机这个建筑细分的领域上 做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Fafco公司在1978年的时候发明了世界上最大的塔式起重机 Crow K10,000 至今它还是保持着全球最大垂头塔式起重机 World Largest Hammerhead Crane的这个称号 而另外一款Fafco旗下的M2480D 也是全球最大的洞壁塔式起重机 Leving Tower Crane 身为马来西亚人的我们呢 虽然不是很关我们的事啦 可是还是有一点莫名的骄傲 Fafco的起重机产品涵盖了海上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 和码头起重机等等 而它的服务除了有售卖起重机之外 它也包括了租赁起重机业务 和甚至是维修服务等等的 目前Fafco拥有了7个运营的地点 分别是在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丹麦 美国 中国 新加坡 和阿联酋 OK 它这样分散式的运营地点呢 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它自己的起重机 可以轻松地运往各个国家 Fafco除了是起重机以外 它也有一个智能自动化的这个业务 与其说是智能自动化的业务 不如说是什么都有的业务 OK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这块业务包括了旋转机械系统 可再生能源的系统 气体和液体分析系统等等的 而这些系统维护也包含了许多油气设施 Fafco在年度激报中就有提到 它现在手上拥有20多份马来西亚本地石油巨头 签订的维护合约 而在全球鼓吹新能源之下 Fafco也不落人后的提供了太阳能板 和锋利涡轮机的海上设施解决方案 OK这两块业务中呢 起重机还是贡献了整体80%的revenue啦 而智能自动化 这个业务呢 它只贡献了20%的revenue 由于Fafco的业务属性导致到Fafco的 55%的营业额是来自于外国的 只有45%是来自本地国内的 OK要研究一家企业有多大的发展空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它的下限到底有多低 目前呢 Fafco它手握187M的金现金 大概算到来每只股的金现金高达八毛三分 而我们可以发现即使面对疫情和建筑的打击之下 Fafco的表现都还可以维持在非常稳定的盈利表现 目前Fafco手握451M的起重机合约 73M的智能自动化合约 从过往8个季度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到Fafco的合约 依旧处于一个舒服的水平 在接下来的这个季度中呢 大家可以回来看看我们统计的这个数据 如果contract被比之前越走越高的话 这就意识着公司将会在未来交出更好的业绩 OK在未来的方向上咧 我认为Fafco除了会是持续售卖起重机业务以外 还有一个大亮点 就是它会加大它的租赁业务 在2020年的季报中 我们可以看到Fafco拿出了63M来增强它自己的起重机租赁的队伍 我认为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第一呢 从途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疫情下 Rental of Crane的营业额是没有减少的 反而它是增加的 而其余业务都出现了高度的下滑 第二 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是 身为一家世界级的起重机企业 市值和估值怎么可能会那么低 我认为租赁的业务 可以为Fafco企业创造更多稳定的盈利 OK 如果慢慢的把业务重心转移到租赁的话 或许并不会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 不过呢 这会相对的比较稳定 而稳定又代表着什么 稳定就是投资者很喜欢的其中一个因素 因此呢 会间接的带动了它估值的这个提升咯 好的 Fafco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欢迎持有该股的朋友 在底下留言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 最近科技股的暴跌 相信对于持有科技股的朋友 的确是受到了不小的心灵创伤 而在外边的朋友也可能在等待机会 打算用便宜的价格买入科技股 那现在呢 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机会啦 OK 想要我们制作KESM的朋友 打上111 想要我们制作DNO的朋友 可以打上222 想要我们制作Francon的朋友 可以打上333 期待大家的答复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